自从学会了风扇上面放一条毛巾啊 我一个月的电费啊 省了好几百 并且呢 这个夏天我再也没有开过空调 那对幸福生活重视的朋友啊 可以先给这个视频点个赞 点个关注 那其实放这个毛巾呢 并不是简简单放一个毛巾就行了 咱们呢 可以啊 利用这个东西 大家都见过吧 这个是风油巾 然后大家都知道啊 风油巾里面呢 它里面其实是有一种那种薄荷的 然后正常人涂在手上面呢 它是有点清凉的感觉 咱们呢 可以事先接一盆水 这个水啊 自来水就可以了 滴一滴这个风油巾滴到里面 我事先已经滴过了啊 滴一滴风油巾里面一两滴就可以了 然后还可以用这个呢 花露水 咱们可以用这个花露水啊 然后也可以把它滴一两滴滴到里面 这个花露水的作用非常大 它呢可以趋纹 夏日炎炎的 咱们呢 有时候呢 经常会用到像这个 呃 这个东西 大家都知道吧 这是蚊香嘛 咱们呢 这个东西都可以省掉了 因为我经过我的 亲自的证实过啊 这个蚊香呢 它其实可以去蚊嘛 然后呢 咱们利用这个花露水啊 就可以把这个 蚊子 然后把它滴到这个水里面 然后咱们呢 就把这个毛巾啊 毛巾 咱们可以把它 泡湿 然后把这个风油巾呢 滴一两滴 滴到这里面 滴到里面 然后再把这个花露水 滴一两滴 滴里面 然后咱们呢 再把这个毛巾浸泡一下 咱们记得啊 一定要把这个毛巾啊 给它拧干 让它完全的 就是说 这个花露水呢 到这个毛巾里面 具体的量呢 让大家像这个风油巾呢 滴个三到五滴就可以了 一两滴也行 这花露水呢 一般也滴个三到五滴 就效果非常好了 这个时候呢 那个花露水啊 和这个风油巾啊 它涂到手上面 都会有种清清凉凉的感觉 一个呢 是让它更加的凉快 这个呢 是可以趋纹 然后放到里面之后 咱们把毛巾啊 完全的让它啊 浸泡到 浸泡到之后 咱们要把毛巾记得拧干啊 一定要拧干 就是你一定要把毛巾 把它拧得完全干 要不然啊 这里面水分呢 它可能会漏到这个电风扇这里 这个叶片这里 它里面其实是有那个马达的 对不对 咱们呢 就把它盖到这个啊 风扇上面 咱们一定要记住啊 这盖呢 不要像我这样盖 尽量呢 把这个叶片露出来 后面呢 可以多盖一点 然后记住 不要盖到这个位置来 这个位置盖住 因为它风是从后面吸进去的 然后从毛巾里面风呢 它是从这边吸过来 然后再吹到这边呢 它风是这样一个气流的旋转 自从用了这个方法 我家的空调啊 夏天是好久没开过了 然后咱们这个 风扇上面呢 有的是有遥控器的 咱们可以把这个风扇呢 风力调大点 现在整个吹过来的风啊 都是清凉清凉的 而且还能起到驱蚊的一个效果 晚上呢 再也不用担心睡不着了 而且我自从用了这个 方法之后啊 我家的空调啊 打给大家看一下 空调在这里 基本上呢 就没怎么用了 看到没有 就不需要用空调了 这个电费啊 真的是省了不少钱 不知道大家学会了没有 以前呢 去年的时候啊 我电费真的高 现在呢 一个月一百多块钱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 加入一下 一个月你开空调 用多少电费 我呢 用这个方法呢 又省电 又清凉 还可以驱蚊 我家空调再也没开了 以后就用这个方法吧 希望大家能够转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觉得有用 点个赞 支持一下 拜拜